杭州上城区定安路37号是一幢八层楼房 建成20多年了 通过这扇大铁门 左手边就是楼里住户们的入口 前台旁边是传达室 因为这里住进来的宝洁阿姨 有居民有了意见 记者在楼下打亮的功夫 碰到了一位住户孙阿姨 给我们管管安全一点 所有的卫生穿黑 就一日不是有两次 早晨吃 中午一次就是 我们这里一共有将近40户人家 他是一家人 对啊 他以前他们都是社区 没有农民工嘛 对不对 都住了什么地下室 对吧 那么我们这里一个小房间 也是比较好的 反正空海嘛 也就空海 这个阿姨住这里您反对吗 我们不反对 我们所有人都全部同意的 打热线反应情况的曹女士出现了 她也是楼里的住户 孙阿姨接着介绍 一楼的传达室和前台 换了好几位工作人员 之前每个月正常付工资 到后来 居民们的物业费收不齐 去年9月 他们请社区帮忙 找了现在的宝洁阿姨 免费帮楼里打扫 她现在住在这里 我每个月收她200块钱 就是水费的钱 和你用的电的钱 我每个月收她的 所以她没有白住 就这么不行 这里是违法的 哪里是违法的 我问你 因为它里面没有正常的窗户 然后它这里面在白住的时候 违法是另外一回事情 因为这里面 我已经给它很安全了 以前电表都在里面 我现在所有的电表 全部移出来 为什么花五万块钱 我告诉你 火烧了两三次 救护养务 119都来的 全部来 你们个电表赶快要移 或者是要重新 全部要更改新的 电表已经全部移到了外面 原先的配电室 改成了宝洁阿姨的住所 里面到底住着几个人 大家说法不太一样 记者敲了敲门 没人硬 就这么一条走乱 让他们两个 就这么会 是多大里面 这里面大概都六七个平方吧 没有 六七五个平方 然后里面 那它上厕所 就是外面那个 没有 它很水 连厕所都没有的 那么他们就是 有时候台语馆 什么呀 去导导 然后上大便嘛 就在旁边的公用厕所 是吧 它也很 我们随所 所以大家人都觉得 很可怜 能帮人家也帮一下 不过曹女士的想法 不太一样 她认为 这个房间属于公共部分 外面搭起的这个棚子 她也没法接受 有些造成的困扰是很脏 我是从很脏的时候 才意识到的 然后 它在这个地方 地面上面 其实一直都是青台很乱 那我在差不多 五六月份之前 我跟他们说打扫 然后他说 这个他们是不会打扫 还有刚才我们说的 这个可能是违章建筑 那么里面搭一个 卫生间 搭一个厨房 是肯定不行的 外面的棚子里 放着木桶 和一些洗漱用品 这时 一些居民下楼 和曹女士争论了起来 免费为我们 打扫卫生 那么作为我们来讲 这个 就他那个什么 就住一下 然后放的工具 打扫的工具 这个是很应该的 居民们表示 说到底 还是这栋楼的保洁问题 曹女士说 现在小区有准物业管理 每户每年交50元 记者联系了这家物业 我们没人的 我们只管那个维修 就不适用我们的 在场的居民介绍 之前没人打扫时 门口卫生情况比较糟糕 现在这位阿姨 免费帮忙打扫之后 大伙感觉挺干净的 你如果对这个阿姨 有意见的话 你可以的 把这个阿姨赶走 你去找一个人来 你去找一个人 我们如果满意的话 大家满意的话 我们楼道里面叫你负责 你负责 你来负责 你要还年轻 你要还年轻 我们叫你负责 叫你负责 我们信任你 或者你请个人 我们每个人 每次都会 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 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 你来决定 你来决定了 你管没你决定了 你负我也负 社区也好居民也好 没有收过任何一分的钱 也没有说是赞为只有的 那反正我是在 孙大姐也说这句话 我说如果说 里面你们大部分的居民 已经认同 需要这个人住下去 那么给你们服务的 那我们社区肯定是统一的 如果说你们一直认为 是侵占你们利益的 不需要的 那我马上跟这个人说 就不要住了 至于外面搭起来的棚子 蒋书记介绍 社区已经联系了 城管科来调查鉴定 等结果出来 会和居民进一步协调处理 1818黄金眼记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